近期我是出现了13例本土确诊病例 打破了全省连续73天 无本土病例的这个良好的这么一个态势 下一步呢 我们讲深刻的吸取教训 举一反三 按照高等级风险防控的这个要求 全面进入临战状态 暂时状态 采取最严格的管控措施 全力以赴做好疫情的防控工作 疫情防控期间 全市所有的诊所 零售药店 一律停止销售 治疗发热类的药品 诊所不接诊发热病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